大家好,欢迎收看第四岁聊 我呢,现在已经回到了悉尼了 所以呢,我的频道呢,又恢复到那个 主要的,它围绕着和中国相关的一些时政话题 今天我想聊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大事 最重要的一件事,我认为就是布林肯访华的这件事 布林肯呢,这个12个月内第二次访问中国 而且之前不久,那个耶伦才访问过中国 所以呢,你感觉到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高层外交的这种互动 突然很频繁起来了 因为他国务卿要直接访问中国 而且这种好像之前没什么预报的 比较突然的这么一件事情 就说明有些比较大的事情正在发生 其实呢,中美两国的这种 目前这种对抗啊 它其实是 已经到了一个 相方都触及到对方底线的这种程度了 而且你没有看出来 它有任何的明显的让步 你没有看出来 美国显然是不可能让步 因为美国不可能退 它再往后退一步 它就相当于 失去了对整个太平洋的控制 目前它没有任何理由会往后退 美国是处于一个比较进攻的地方 咄咄逼人的进攻的地方 而中国或者说中共呢 没有看见它明显的让步 最主要的就是 美国期望中国 在比如说在和俄罗斯的关系上 然后在台海的安全上 在南海 在北朝鲜 就是北韩和韩国之间的 这个紧张局势上 甚至在中东上 你必须做出明显的 大家看得见的 这种让步 那才叫让步是不是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 中国方面 中共对此做出任何让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双方 我之前早就说过很多次 双方通过谈判 但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 也就是他们谈是谈不出任何结果的 因为对中共来说 它也是触及到它的底线 它中共再往后退 其实中共这个 作为一个统治的政党 它的执政 它整个的这种 在中国的这种垄断 或者说专政的地位 它就很有可能受到动摇 所以说中共其实 它也是处于处于一个退无可退的那种地步 所以这两强相争 或者说他们之间的这种 可以说是一种倾国力的决斗 必然有一方的元气大伤甚至倒下 这个才能分胜负 你就看叫什么一山容不倒二虎 就这种状态 那最有可能的 最现实的也是 中共 它得倒下 或者它得元气大伤 它才可能做出让步 到目前为止呢 中共还在苦苦的支撑 你没有看见它 就是说没有看见它出现明显的 就是说 当然它的危机正在进行 它的经济只是一种垮它的状态 但这需要时间 也就是说并没有说 我们在未来的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或者甚至半年 这种很近期的时间内 你就可以看出 中共不行了 它就已经烟一吸了 或者说你就可以预测 它必须做出让步了 所以没有没有看那种迹象 而中共实在的没有让步 这个时候布林肯来做什么呢 布林肯他虽然是国务卿 但他不是决策者 他只是一个执行者 所以他来呢 他一定是带了一个重要的 一个信息传达给中共 这个信息不 甚至不可能是打电话 或者其他方式 他必须得布林肯这样的 美国外交的第一高官 美国政府里面呢 就是前几位的高官 他亲自给中共说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他理解成 有的人把他说是最后通牒 有的人把他说是一种警告 我认为对 你都可以这样说 的的确确他是带着一个重大的信息 并且他想把这个信息 直接传达给习近平 这就是他来的这次目的 他并不是说布林肯来 他就可以弹出什么效果 那就是中共接受到这个信息 他也需要有个时间去 去回会去体会这个信息 我想呢 中共在就是肯定 他们在见布林肯之前的多少 也肯定也知道 或者说也能够猜到 或者推断出 布林肯会带来什么样的信息 现在就坊间传的最多的 当然这次访问已经结束了 然后从这个前后的这些舆论来看 我们可以大概能够推 大部分人是这么推测的 就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俄罗斯 所以美国呢 他不是刚刚通过了600亿 对乌的援助 其实不光是对乌了 还包括对以色列 还有甚至包括对台湾的援助 他通过了这个法案之后 他急需取得进展 这个东西 而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上 对乌克兰威胁最大的就是 俄罗斯打了这么长时间 可以说是实力上遭受了重创 但俄罗斯还没有垮掉 军事上 这一点 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因为俄罗斯现在明显 最近几个月已经源源不断 从朝鲜获得了军火各种援助 除了这之外 他还得到了中国源源不断的 工业品 经济上的援助 他和中国这个贸易增长了 翻了几番 而这种中间的这些 不可控的那东西 中国到底向俄罗斯输送了什么 这个西方绝对手里面是有火的 有证据的 比如最近西方放出来的一条 就是一艘俄罗斯的运送中国的船 他通常是开到朝鲜 那朝鲜就完全 朝鲜是不理会西方的制裁的 朝鲜是在中国 实际上是给中国打了一个 是给中国干脏活的这么一个角色 朝鲜呢 是明目张胆的 是给俄罗斯提供军火的 但这艘船是从朝鲜来运军火 但他居然开到了中国的军港 说是去维修这个被拍到了 其实我相信西方是没有更多的证据 但没放出来 因为他一旦放出来说 中国直接军援俄罗斯 但中国不是直接 就是直接把军火 明目张胆的就运送到俄罗斯 他肯定经过了第三方 或者以其他隐蔽的方式 但西方绝对是有证据的 但他现在不想放出来 因为他一旦放出来之后 美国西方和中国之间就没有余地了 他多多少少给中国一个隐藏的面子 我现在还没有指控你 直接军事援助俄罗斯 而说你是间接的军事援助 或者你帮助了俄罗斯 一些军事设备进行维修之类的事情 我没有证据 所以他放出来这张照片 还有就是中国不断的那种 所谓的军民两用的工业品 他输送到俄罗斯 俄罗斯可以把它组装成武器的 所以实际上 中国实际上是间接的参与了俄欧战争了 所以这一次布林肯来 就是想压中国 但他怎么压中国呢 他的手段 目前大家猜测的就是 这个美国打向中国进行一次金融制裁 就是把中国的某些银行直接踢出这个SWIFT SWIFT就是国际支付和清算机构 这个支付清算机构实际上是 是中国的这些银行能够通过SWIFT 跟其他的世界其他国家的银行 进行转账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你一旦不能在SWIFT里面了 你可能有两个重要的银行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很有可能用不成美元 第二个事情就是 甚至你用其他的货币 比如说欧元或其他货币 只要通过SWIFT的系统进行交换 都不行了 如果这件事情是对中国所有的银行 那就相当于对俄罗斯的制裁 那就是把俄罗斯踢出到国际贸易的之外 那我认为这一点不会出现 短时间内不会出现 除非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太大 而且中国跟全世界西方国家 经济流带太深 你一旦把中国全部踢出去 对全世界经济可以说是 属于是一种自杀性的一种冲击 那全球将会股市大跌 那经济会出现急剧的动荡 所以他不会这样做 但他有可能做的 是对中国一些次要的银行 比如不要差的什么地 就比较小的一些银行 采取这种措施 也就是说我现在不一拳打死你 我可能伤你一个手指 让你知道痛 很有可能是这样 那可能布林肯就是向中国 传达这么一个比较明确的信息 也就是说他希望跟中国达成一次交换 因为这两国国家进行冲突 如果他们不是直接 就是拿武器上去干了 世界上第一大第二大国 他们不太可能 如此莽撞的就开始直接动 那是不可能的 对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不负责任的 对美国人也不负责任 所以呢 他肯定刚开始能够交易就交易 如果不能交易 我们就能够 那就加法码往上达成某种妥协 或者逼你达成某种妥协 造成对你的这种损伤 达到了你不能容忍地不住 你不得不妥协 布林肯这次就是来做这件事了 但是呢中共对他呢 他确实仍然是处于一种 就是说 要让习近平给有面子 虽然习近平这次是实际上是在接受 布林肯的这次一种 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最后 不能说最后通牒吧 一次巨大的当面的警告 但是呢习近平肯定还是要迈 还是要 要抬一下自己的面子 所以习近平没有直接见布林肯 他们中间肯定 布林肯的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见到习近平 当面给习近平说 但是呢 中国让布林肯等了两天 在最后的时候再去见到习近平 这是习近平的一种 比较就是惯用的一种手段 他就要 他不是从美国人的正面子 他是要正面子给中国人看 也就是说 我还是要 我还是要扛着 我还是要扛着 但是布林肯也没闲着 你看布林肯 到什么 因为虽然做的事很小 但是美国的官员在中国 他如果 他必须逗留两天 他才能在北京去见到重要人物的时候 他这两天都没闲着 虽然做的是一些看上去 是一些民间的事 比如说布林肯到那个 到音乐 到唱片店去买了张豆韦的唱片 豆韦是中国摇滚乐的 民间摇滚乐的重要人物 布林肯本身 他自己很喜欢摇滚乐 他自己也是一个乐手 他这么做其实有一定的含义的 美国的政客 一直在用各种手段 来拉拢中国人 从民心上拉拢中国人 你比如说耶伦到中国去 直接就到普通的餐馆 拉开屏风 直接跟老百姓坐在一起吃饭 这也是一种 拉拢中国民意的一种手段 他也就是 用自己的身体的心 让你们看一下 美国民主制度下的高官 是怎么样的 而对比一下你们 在一个专制社会里面 你们的高官是怎么对待你们的 民主制度下的官员和老百姓 没区别 平起平坐 而这个布林肯买都为的 这张草片 也就是说 你们看看 我喜欢中国民生 土生土长的摇滚乐 摇滚乐本身就是一种反叛的东西 他实际上在民间 直接给中国和中国老百姓 进行了一次交流 性情上一次握手 实际上是对争取中国的年轻一代 争取中国普通老百姓 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心理上的作用 是心理战的一部分 所以呢 我在我前面视频上 我给台湾人建议 你们一定要笼络中国人的人性 台湾的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 他还认为我是在跟中共 在提中共当说客 或者说 在说要搞大统一 他们还 目前很多的台湾人 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其实 好 那布林肯的访问有什么 显然这次访问中共 他也不会当面做出任何的 就是说 好 那我就接受 这么的 但 布林肯把这个口信直接送达了 他也就完成任务了 而且他完成了任务 他接受BBC的访问的时候 他直接说了 就如果中国不 不作为 在这样不作为 那我们美国就得作为 这句话就是 等于说他把 对 习近平说的那个口信 那个直接的那种警告 向全世界也就公开了 没有这么直接公开 他基本上就 间接的公开了 也就是说你中国 该你 你不做 那我们就得做 那其实呢 从中共这个方面来看呢 中共 他肯定会采取 能够扛多长时间 他就扛多长时间的态度 因为中共还有 还会认为 美国现在是陷入了 大选的状态来 拜登的政府时间不长了 这也是中共的认知 他还有多长时间 也就是大半年时间 七个月 而且越往后 拜登他不就还得进入 高强度的竞选当中吗 而且他们认为 如果是川普 能够胜 胜出 那川普的影响力 在拜登没下台之间 就可以浮现上来 其实这一点 在美国的众议院 紧急通过这么次 援武法案呢 他们做了一次纠正 因为美国人他自己也意识到 美国的两党执政 特别是川普 在原屋这件事情上的影响 直接导致了美国陷入 非常被动状态 特别在乌克兰 乌克兰战争上 西方付出了相当大的支持 各方面的支持 而且是乌克兰人付出了 相当大的代价 但是呢 之前的战国 很有可能因为 美国迟迟不通过 新的队伍援助 导致富之东流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美国必须的 做出什么 所以他们连共和党人 也做出了 违背了川普 他当初的那个 跟民主党人死磕 拿这个做一个交换的代码 甚至不惜看到 美国在乌克兰战场上 受到挫折 以死为代价来挫伤 拜登 中共当然是很远看这一点 你两党相争 最后导致你在整个外交 国际关系 你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这对中国来说 中共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尽管 所以美国现在做出了 一次急剧的转弯 包括对 你看支持巴勒斯坦的 那些大学生游行 美国政府 做出来的这个 目前做出来的手段 也偏于强硬了 也不是再容忍他们这么做了 民主党他甚至不 不惜更强力的压制一下 挺巴勒斯坦的那个声音 不惜去损害有可能对他的支持的选票 这说明美国的民主党政府 他正在加紧压力 他必须在任期之内赶紧有所结果 而且他的这个决心是比较大的 但中共可以赌 川普早晚会上台 可以赌 美国的两党政治继续会影响到 他的国家利益 我认为短期内 中共不会做出非常明显的 明显的让步 因为习近平是铁了心的 就要跟美国斗下去 除非铁了心的原额 所以美国是把警告送到 我相信在俄战场上 美国会全力 会会那 那当然付出的代价也会非常之大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这个中俄 中国和美国目前 只有一方倒下 真正的妥协才会出现 真正的交易才会出现 我认为这一次布林肯访终 绝对是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比较严重恶化的一个 非常明显的体现 好 今天先讲这点 咱们明天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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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